各位同心晚安 大家好 很高興看到大家坐在這邊上課 各位都是很有智慧的人 知道來台灣民政府上法理課程 大家共同努力來釐清台灣的國際地位 為台灣人找出一條深入 接下來這節課我們要上的課程題目是法理初步 那這節課的主題是什麼是民政府 那今天的課程大綱稍微簡介一下 那有分前沿 第二節是國籍跟身份證的謬誤 第三節是扣美案以及台灣民政府的成立 第四節是民政府的法源及國際上民政府的案例 第五節是介紹國際法起源 第六節是介紹戰爭法概念 第七節是探討軍事佔領不能遺傳主權的案例 第八節是介紹佔領法概念 這是這節課要學習的重點 學習重點就是佔領不得遺傳主權 好 那這個其他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是未來有更多課程要學習的話的課程 好 那我們先介紹這節課 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事情 就是越南跟中國因為南海領土的爭議的問題 所以造成了這兩國的關係的緊張 所以當時呢 越南人民呢 因為這個領土爭議 所以就產生了這個排華事件 那他們針對的應該是中國人 可是很奇怪就是到那邊投資的台商的工廠 卻被當成是中國人被砸這個工廠 這個事件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對不對 對 所以當時很多台灣人會說奇怪我是台灣人 為什麼你跟中國人吵架怎麼打我台灣人 大家都一頭霧水覺得很奇怪 所以那時候就有人說那不然就身上或是工廠前面貼貼紙好了 寫我來自台灣說明我也是台灣人 不然就是外交部也給這個貼紙 就寫說這個國旗是台灣代表台灣不是中國 那這個事情呢 當時其實現在目前台灣境內有很多工廠 也是有聘用一些外勞 那也包括越南的勞工 那有一個事情就是某一家工廠的廠長 因為這個事情就去問他的越南勞工說 那這個你們都不知道誰是台灣人 你們怎麼打台灣人這樣子 那這個越南勞工反而跟他說 其實他們分辨 他們越南人分辨得出來 那個人是中國人這個人是台灣人 他們看得出來 因為他說台灣人跟中國人說話的方式 做事的態度講話的態度 就是跟中國人不一樣 這個東南亞人一般是分得出來 所以這個事情呢 那這個台灣的廠長就說 對啊那不然如果還看不出來 我就拿出我的身分證給你看好啦 好 那那個廠長就從口袋皮夾掏出身分證 就是這一張 你看這是我的身分證 我是台灣人啊 我不是中國人啊 大家都知道他笑對不對 可是外面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喔 他們覺得中華民國就代表台灣喔 那台灣的國號叫中華民國喔 這個是二十年來 這個政府給我們的洗腦教育這樣子喔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拿給你看 證明我是台灣人啊 但是這個事情很訝異的是 這個越南勞工 一看到這張 他竟然自己嚇一跳說 你們怎麼還在拿這張身分證 所以這個事情比較詭異的是說 這外國勞工他知道 我們拿這張身分證是不對的 反而是我們自己的人不知道 自己拿他這張身分證是不對的 很奇怪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上面都寫 才逆是中國人 中華民國身分證啊 外國人都看得懂中文字啊 那這個越南勞工他的意思是說 他們以為我們二十年前 政黨輪替了 他們以為是台灣人當家做主了 台灣人當總統了 他們以為我們不再是中國殖民地了 所以越南人以為說我們已經是台灣 可以證明這是台灣國了 那越南人不知道 我們竟然還在拿中華民國身分證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越南勞工其實他比我們還知道 國際法這個事情耶 這反而是我們自己人不知道 很訝異 好 那再來說 我拿這個身分證出國 那出國遇到海關就常常遇到很多刁難的事情 因為中國人呢現在在 也不只是現在啦 一直以來就是在國際上都是比較被嚴格管制的 他們出國各國也是比較要嚴格管制 所以很多都是需要簽證 就是不能說免簽證 那對於中國人因為人蛇集團很嚴重 所以各國防範中國的遊客也是很小心 可是我們台灣人都老是拿這個護照 這個也有寫 Republic of China 外面裡面怎麼看都是中國 所以我們很多人其實有些人是常常出國 他會遇到很多問題 比如說這個隨便網路上一抓很多人就說 有中央社的報導 或是有些人是自己在網路上PO文說 他自己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比如說第一個是留學生 留學生他在英國留學 那他要從英國到義大利去度假 但是他以為說中華民國的護照不用簽證 但是他要登機的時候卻被拒絕登機了 因為他的護照寫的 那個航空的人員看到這個是寫Chinese 就不讓他登機 那第二個呢是商務人士 並不是留學生 是台灣要出國參加商務會議的商務人士 一樣也是遭拒絕入境 那第三個人呢他是德國留學生 那他的標題是寫說沒有人相信我是台灣人 就是這樣子 因為拿了這本護照沒有人相信這個人是台灣人 那他拿這個護照要去德國外交處 辦事處來辦理延長簽證的時候 那那個德國的辦事處的小姐 就在他的條碼上寫代表的CHN是代表Chinese 那這個台灣人他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人 他就說不好意思喔我是台灣人我不是中國人 那要求對方更改 那對方呢這是一連串的過程 對方就說你這個護照明明就是中國護照啊 怎麼會一直說自己是台灣人呢 最後要撂下一句話說 真是搞不懂有人拿中國護照 卻一直說自己是台灣人有沒有搞錯 這個就是外國人對於拿這個護照的一個看法 好那有很多現在年輕人呢 說我很愛國不知道愛什麼國 他們這些年輕人都披著國旗 就是到世界各地譬如說有國際性的比賽 那就去加油 可是這個都是被騙的 這些我們台灣人的子弟 到了學校之後呢就被這個學校教育給欺騙 教育成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的中華民國就是代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一直被欺騙 所以拿這個中國國旗呢 中華民國國旗到處去加油啊什麼的 可是不只是在國外啊 在國內的時候在台灣啊 在台灣譬如說馬英九舉辦一個 一個什麼足球賽的 還有中國的官員來台灣 警察也是沒收國旗 譬如說亞洲被女子足球賽 還有東亞男人國旗也都到沒收 然後還有一個嘉義的報導 是一名嘉義高中的學生 那不滿那個中國參訪團來學校做交流 然後教官就被 教官就沒收了國旗 那學生還很氣憤的說 教官身為軍人卻自我矮化 有辱國歌 十分可恥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的子弟 被錯誤的教育造成的結果 然後還有台灣的子弟出國比賽 比如說這個新聞呢 這就是台灣在2009年的時候 在加拿大舉辦的國際技能競賽 那在老委會的網站呢 他就在這邊貼那張國旗 告訴台灣的觀眾啊 就是上網看他的這個網頁的人說 中華民國出現在加拿大的這個比賽上面 可是呢實際的情形卻是右邊這個 參加這個國際競賽的年輕人說 其實他們到了會場 一開始國旗就通通被沒收了 完全不可以貼 然後也不能貼在身上什麼都不行 然後直到這個比賽結束 要離開會場才還他們這些國旗 所以呢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呢 也是有向全世界各國轉播 所以呢這個新聞就是要告訴全世界的人說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權 在台灣怎麼欺騙台灣人 他在老委會的網站貼國旗 騙台灣人說 中華民國這個國旗拿得出去 可是實際上是完全不可以貼的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的騙數 好 那還有 不過在國內呢 今年剛好上個月2014年8月5號 也辦了一個APEC的創業挑戰賽 那台灣也是有年輕人參加的隊伍 那一樣也是 主辦單位是台灣經濟研究院 那也收到來自外交部的通知 不可以使用台灣 也不可以使用中華民國這兩個名詞 只能使用中華台北這個名詞 所以台灣也不是國家 因為這個APEC是 APEC是屬於一個國家級的一個會員國 所以不可以用台灣或是ROC都不可以 那台灣年輕人就會是想說 很情緒化的認為說為什麼要打壓 覺得自己是被打壓的 可是實際上是這樣子嗎 是因為國家小嗎 不是喔 這個是在奧運會場上 有得到很好成績的運動員 他們就批著自己國家的國旗 繞長一周 表示這個很驕傲 那這個國家都不是什麼強國 也不是什麼大國 比如說阿爾及利亞 立陶宛 這都是普通的國家而已 並不是強國 那沒有被打壓 並不是說因為國家小就被打壓 不是這麼一回事 比如說2012年的倫敦奧運 一開始那個中華民國國旗有掛上去 可是隔天就被拿下來了 左邊那張圖 所以台灣人 台灣的子弟出國比賽 哪來都是這個奧會代表旗 這代表說是台灣的選手 所以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也不是國家 全世界都是這樣在認定 那只有自己島內的台灣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荒謬的事情呢 怎麼來的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各位 各位有聽過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這句話嗎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 有聽過的舉手 那有很多人不舉手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完全不知道 好 那各位知道 各位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情嗎 知道的舉手 那不知道的舉手 也上過一天課應該知道了 好 那這個事情就是這麼來的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 台灣被佔領了 是由中華民國來接收台灣 那當時呢 1946年1月12號 這個行政長官陳怡呢 就發佈了一個命令 好 叫做傑參治帝01297號訓令 那內容是這樣子 查台灣人民原系我國國民 受敵人侵略 一致喪失國籍 現在國土崇光 它原有我國國籍的人民 在民國34年10月25號 就應該一律恢復我國國籍 好 這個就是 他們片面用行政命令 讓台灣人全部變成這個中華民國國籍 那各位可能 有些人有印象就是 有些人可能是小學 畢業要參加這個初中考試 那有些人可能是 後來是國中畢業的時候 要參加這個高中聯考 這個時候就會收到一張 那個老師就會給一張這個 說這是身份證 從這個時候就 莫名其妙就拿到一張身份證了 就是這樣來的喔 好 那當時呢 他做這個行政命令呢 當時的這個英國外交部 有跟美國 有自函這個中華民國 駐英大使館說 不可以自身將台灣的主權 由日本轉移到中國 那應該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 或其他政治外交手續後才可以 因此台灣雖然是 現在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統治 那英國政府欠然同意 台灣人民已經恢復中國國籍 這個是被抗議的 這個行為是違反國際法被抗議的 那後來美國呢 也反對這個中華民國這種做法 那後來呢 中華民國呢 就對於英國美國這個同盟國呢 就虛以為舌 就說好我配合 他下面就說 那個在按照國際公法的合約 未簽訂以前呢 那就是中華民國本團 在駐日代表團 就是不跟聯合軍佔領總部的做法上有爭執 他對外就騙說好 那我不這樣做 可是對內繼續對台灣人民繼續騙 好所以我們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的阿公阿嬤我們的父母 到我們當了69年的假的中國人 那實際上我們的身份呢 當時我們阿公阿嬤父母都是日本人 國籍是大日本帝國人 好所以這個護照呢是假的 那這個護照呢顏色是綠色的 一般正常的主權國家 護照顏色一般來說可能是紅色的 或是藍色的 那綠色的是代表主權有爭議的政府或是國家 才會用這個綠色 那中華民國為什麼是綠色 因為它還有金門馬祖這兩塊小小的領土 它這個是屬於參與的政權 所以它拿的是這個主權有爭議的綠色的護照 那但是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不應該拿這個護照 我們應該拿的是黃色的旅行證件 所以呢我們來台灣民政府就是要釐清我們的法理身份 到底是什麼 好所以這個就是要回到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呢1945年8月15號宣布停戰 那後來呢到9月2號有麥克阿瑟將軍的第一號命令 那命令呢這個日本的最高指揮官 包括在中國不包括滿洲地區 那包含福爾摩沙以及這個就是現在的那個中南半島 這個地方要跟蔣介石的將軍投降 所以當時二四大戰之後呢 日本領土被佔領的這個幾個區域 大致上分這幾個區域 那日本本土呢是由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來佔領 那第二個呢台灣跟新南群島是由中華民國來佔領 那第三個華泰廳跟千島群島是由蘇聯佔領 第四個朝鮮的北緯38度縣以南地區 是由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來佔領 然後關東州是由蘇聯佔領1955年有歸還給中國 那朝鮮的北緯38度縣以北地區是由蘇聯軍事政府佔領 南洋廳呢是由美國佔領1947年是轉為太平洋群島的托管地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事情的來源就是這樣 回到這個歷史原點就是從戰後的佔領開始的 好 那台灣人當了錯誤的中國人69年了 差不多在2004年的時候秘書長開始研究這個台灣的法律地位 這個時候控美案才開始 所以台灣人的身份呢 真相大白才有露宿那麼一點一絲的曙光的開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要證明自己的法理身份 要辦理這張身份證才能證明自己是本土台灣人 好 那這個身份呢是有 這身份證是有根據的 不是說自己印製的 好 根據的 合法的依據是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究竟商和平條約 還有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 以及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的 台灣民政府參議院所發佈的台灣公民權利法 好 這個是控美案的歷程 那控美案是在2006年10月24號 由林志森等228名台灣平民 在美國首都華府 通告美國政府 好 這個都有暗號 不是亂講的 這個都插得到的號碼 所以後來在2008年3月18號 華盛頓的聯邦地方法院有判定 本土台灣人是無國籍的 因為我們拿那個是錯的國籍 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後來的人沒有 不是那個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所以我們現在是無國籍 好 所以本土台灣人定義是在 1945年的8月15號 那個時間點 原來日本籍 日本國籍的台灣人跟他的後裔 定義就是這樣子 好 那到了巡迴法院的判決 有五項 64年來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台灣人沒有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讓人民至今人生活在政治獵獵 承認台灣人仍然是在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那要求美國行政單位要主動 來協助原告的訴求 好 那最後我們看一下 2009年10月5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宣布 擱置本案代審 那這並不表示說敗訴的意思 他是在等候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就是台灣民政府 要招募 證明自己是本土台灣人的人 這樣子才可以把這個 這個管理權 對台灣的管理權 移交給 確實是本土台灣人的一個民政府 所以要等候我們訓練的人數 到達要求之後才會做判決 好 那這個是 他前面有說 要求美國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原告訴求 那所以這些活動都是美國的國防部 來協助台灣民政府 所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 在從2011年開始 每年我們都會到禁國神社 以及天場節的時候去參拜天皇 那這個都是由美國方面來協助 還有在去年的2013年4月18號 日本天皇跟皇后兩陛下 到日本國會去參加這個主權恢復日 4月18號的 就近三和平條約的主權恢復日 這樣子的紀念儀式 那還有連續兩年 去年的 去年的9月 去年9月8號跟2010年的9月8號 在這個美國四季飯店有舉辦這個酒會 那舉辦這個酒會的目的就是在華府地區 這是全世界的政治中心 在這個華府地區舉辦酒會 來招告有邀請世界各國 然後住在哥倫比亞特區的外交官來參加這個酒會 然後宣告全世界各國政府說台灣民政府已經成立了 那這個都是透過美國行政單位協助才能夠做成的 好 那不只是我們的控美案 早在1960年 美國法院就有針對台灣的問題有做一些判決 比如說有一個案子是Rogers v. Shen這個案子 那這個當事人是中國人 但是因為有牽涉到中華民國跟台灣的事情 所以有做了相關的判決 那第一點說沒有任何條約 稱將台灣主權移轉給中國或是中華民國 那第二個就是說 美國接受中國人政權在台灣的運作 也就是說美國接受中華民國 對台灣的實際的管理權 那第三點是美國承認中華民國 當時啦1960年 承認中華民國是合法的中國政府 那實際上這三個觀點是互相獨立 並不相關的 所以並不是說中華民國就擁有台灣這個主權 好 這是很多比較詳細的內容 好 引述美國國務院在1958年12月22號公告的文 就今三和平條約及其後的其他協議 都沒有將台灣主權移轉給中國這樣的主張 美國華盛頓特區巡迴法院認為 台灣主權沒有移轉給中國 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至少就目前為止仍然是這樣 好 所以法院根據這個認為台灣不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而且台灣並非一個國家 這個當時1958年就是這樣子的結論 好 這是相關的一些更詳細的內容 各位可以上官網參考 好 所以呢 台灣民政府呢 成立是有根據的 好 不是說一些人民自己組成就可以 是有法源的 好 那而且國際上也不是只有台灣民政府 這樣一個案例而已 有很多其他國家也有案例 好 那法源就是根據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那國際戰爭法有分五大項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就是有關 一些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好 那有究竟三和平條約 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下面最底下是寫成立民政府 那上面是一個主權國家 好 第一步呢 可能兩國呢 就開戰宣戰之後呢 兩國交戰中的時候就會成立 各國就會成立這個軍事政府 那兩國交戰一定有征服的一方 跟被征服的一方 那被征服的一方就會被佔領了 所以呢 停戰了 停戰的時候就是軍事佔領的開始 那這個時候呢 軍事政府就要進駐 進駐之後呢 由軍事政府來選擇 可以配合著當地的人民來成立這個民政府 成立民政府之後呢 可能就是簽訂和平條約 簽訂和平條約呢 不是表示馬上軍事政府就結束 可能還要維持一段時間的軍事佔領 然後之後可能有一串的計畫 一連串的計畫 之後呢 才會完成撤軍 那最後呢 再移交主權 恢復一個相當的一個主權國家 那這樣子的一個循環 台灣民政府 這樣的循環 台灣人到2008年之前 都還沒有成立民政府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的目的就是 要走完這個循環 趕緊讓台灣的法律地位恢復正常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案例 就是伊拉克的民政府 那這個是在2003年的時候 美國跟伊拉克的戰爭 所以當時呢 在2003年的7月13號呢 有成立這個伊拉克的臨時政府的議會 好 那當時這個是美國的 弗蘭克斯將軍 那他有提到 入侵伊拉克戰爭的這個目標 那其中第八點就是寫到 幫助伊拉克人民來建立一個過度的 有代表性的一個自治政府 這就是民政府的意思 好 那這就是伊拉克政府的支議會 然後有議員 也有內閣 那最重要的是紅色那條 賣牌子就是 這些成員都是屬於 這個被美國的民政當局所選擇 所挑選出來的成員 才成立這個民政府 那並不是說一些人自己說 我是民政府這樣就可以 並不是這樣 好 那當時是2003年7月13號 就是聯合臨時當局 那這個當局的指揮官就是伊拉克的總督 那這是屬於美國軍人 所以是阿瑟 因為我們民政府的長官 軍事政府的長官就是美國人 好 那這個民政府的部門 軍事政府跟民政府的部門 它是隸屬於美國國防部 所以台灣民政府的對口單位 也是屬於美國總統的美國國防部 並不是美國的國務院 好 那陳立民政府的時候 他就是在2004年到6月28號 當地上午時間 上午10點26分 美國所領導的聯合臨時當局 將有限度的伊拉克領土的主權 管理權正式移轉給伊拉克臨時政府 那第二個案例呢 是阿富汗民政府 那這是在2001年的開始的 對阿富汗的一個反恐的戰爭之後 一樣也是會成立一個過度的政府 那這個成立民政府 到政權轉移給這個民政府之後呢 這個中間是有一段的過程 那在阿富汗呢 就稱作郭恩進程 那台灣民政府也是一樣 我們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 並不是說成立了馬上交政權給你 因為我們要訓練很多公務員 政務官這樣子 所以要有經過訓練之後 才可以移交這個管理權 好 這是阿富汗民政府 那第三個案例呢 那第三個案例呢 就是在二次大戰之後的 琉球民政府 那當時呢 4月1號就有琉球列島 美國軍事政府就成立 因為4月1號是攻打琉球群島的這個時間 然後一直到1950年12月15號 就會成立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那一直到和平 要簽和平條約之後 1952年4月1號成立琉球政府 那這是當時的總督就是中間那位外國人 美國人 然後這是當時因為是民政府 不是主權國家 所以拿的是這個黃色的旅行政見 那左下角那是當時琉球用的軍票 那右邊這是組織圖 民政府的組織圖 所以2008年2月2號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好 這是我們的組織圖 那也是經過很多 三年來的一個訓練 有這麼多同心在這邊 好 那證明政府也不是說一些人自己成立嘛 所以有證明文件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美國司法部致函給我們的秘書長 那發文則是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美國司法部 那授聞者就是Mr.Roger C.S.0 就是我們的秘書長林志森 他的title是Secretary General 就是參謀總長的意思 那下面是寫台灣Civil Government 台灣民政府 所以這個不是自己寫的 確實是由美國的司法部致函過來的 然後底下這個還有一個字是Department of State 就是美國國務院 所以不是自己寫的 外面有的人去跟他講他說 什麼民政府你們自己寫的喔 不是 這個是確實有法律文件的 好 那第四個案例就是 菲律賓美國民政府 那這是在1901年的3月15號 那菲律賓人他們可能比較知道國際法 當時他們菲律賓人這個美西戰後呢 菲律賓人自己就成立了民政府 但是這是人民自己組成的 並沒有 並不是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來挑選的對象組成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不承認這個民政府 所以美國政府從來不承認 菲律賓住民自己宣告成立的政府 那視他為叛軍組織 雙方甚至有敵意有戰爭 所以司法單位是要求美國行政單位 應該主動協助原告 就是林志森代表的228名的台灣人 那在華盛頓DC的世紀9點9會中 是遵照美國司法部在戰爭法的架構內 來正式承認台灣政府 所以說如果台灣現在有人 比如說中華民國的民主進步黨 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說他也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那是不行的 因為他是外國 而且他代表的是佔領台灣的佔領方 並不是被佔領的本土台灣人 所以他們是沒有資格來成立民政府 那民政府被佔領方要有一個認知 就是說佔領者的意志就是被佔領者的法律 所以他民政府的任何管理權利 都是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來的 是我們的主管是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不是自己單獨的一個獨立的政府 我們上面是有軍事政府在管理的 好這個是歷史 美末戰爭的時候 這是美西戰爭 各位可以參考 那一般呢 在美國那邊來講的話是說 有因為戰爭簽了和平條約 所以有割讓給美國地區的 一些地方形成民政府 那也有不是割讓給美國地區的 比如說 古巴牛球伊拉克台灣 那這個不是割讓給美國地區的 被佔領地呢 就是要 如果想要比較大程度的自知就是 要透過美國軍事政府 來成立自己的民政府 那這是相關的表格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好 各位先看一下 好 不是割讓給美國地區的民政府 好 比如說有幾個例子 古巴 南朝鮮 北朝鮮 琉球群島 台灣群島 好 這個剛剛有提過 南朝鮮 北朝鮮 台灣群島是在1945年10月25號是 這個是受降的日子 並不是說就是光復節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難民政府一直在欺騙台灣人說是光復節 這是不對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國際法 那國際法我們說民政府的根據法源是國際法 那國際法又是怎麼來的呢 那國際法的來源是更早之前的自然法 那這個是在一千多年前 從希臘那邊發展出來的一個自然法的觀念 那自然法簡單的說 有兩個要點 就是說上帝是自然法的創立者 那人是自然法的遵循者 那個上帝我們沒有傳教 就是你想像成是你的神 你信仰的神 上帝是自然法的創立者 那自然法這個是約束所有人的行為 那有人性的存有物呢 都會被自然法所約束 比如說如果我們在開車後面有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是不是趕快讓道出來讓救護車通過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自然反應 這是我們的人性 希望引導人去追求善 我們的行為也會向善 比如說有人車禍受傷 我們看到了我們趕快打電話叫救護車 來幫助這個受傷的人 那這個也就是 人會遵循這個自然法 去追求這個良善的行為 那所以呢 這個人就是 一個自然法裡面有討論的對象就是 人一個人 那在上古時代如果 比如說有人做小偷 我們小時候可能也聽過 有人做小偷 那可能那個當時的政府呢 就斷手斷腳 把他的手砍斷 那這是違反自然法的 自然法討論對象是一個完整的人 如果要懲罰這個小偷的話 就是把他抓去關或是做行為矯緻 或是叫做社區服務這樣來懲罰他 而不是說把他的手砍斷這樣子 好所以到後來發展成 自然法之後呢就有這個 萬國公法是根據這個自然法來發展成的 那所以萬國公法談論的是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法律 所以國家也是一個討論的最小單位 那這國家的領土就像一個完整的人一樣 也是不可以分割的 所以如果是戰敗了被征服了 戰勝過也不可以去分割他的領土 就跟自然法一樣 我們要懲罰一個人 不是割掉他的手腳這樣子 不是這樣做懲罰的 所以萬國公法 後來發展出的萬國公法 也是根據這個自然法而來的 這是更多詳細的內容 各位可以上官網參考 那後來發展出的這個萬國公法呢 有兩本重要的萬國公法的著作 一本是The Law of Nations 那還有一本呢 是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那一本呢 這一本是美國人寫的 那這一本在當時 這個1836年出版之後呢 受到這個歐美列強的肯定 覺得這個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規範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法律 大家都願意去遵守 好 那這個萬國公法呢 有談到說 人們自然的生活在一起 就形成國家 所以國家因為誕生 而自然取得這個主權義務 所以呢 依法或依慣例 就取得這個主權權利 主權義務就是說 有主權的當時可能是君主國家 所以國王或是天皇 他有主權義務就是要保護 他的人民跟領土 那主權權利呢 就是我可以管理這些人民跟領土 我可以抽稅 徵稅 做任何這個 要維護主權義務的一些措施 就是主權義務跟主權權利的這個來源 所以呢 當時就知道說 國家是自然而成最小的元素 是不可以分割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常常 都有聽到說 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中國人都常常這樣講 他們當時以為說台灣是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就會說 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就是這樣來的 好 那這個萬國公法也是因為 拿破崙的關係 所以才讓這個歐洲國家 願意遵守這個萬國公法 因為在1804年的時候 拿破崙蕭勇散戰 已經幾乎要併吞掉整個歐洲 這是他的一個法蘭西帝國 整個歐洲都被他併吞掉了 所以後來 當時歐洲人才開始要 提倡這個萬國公法 各國都要來遵守萬國公法 所以就是當時拿破崙時代 佔領就是併吞了 那之後呢大家要遵守萬國公法 就否認這樣子的行為 之後就是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這樣的概念興起了 好 那之後呢 萬國公法之後又發展出 一系列的戰爭法 好 比如說 第一個是海牙公約 第二個是日內瓦公約體系 第三個是國際紅十字會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那第四部分是1940年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的會編 第五個部分就是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那所以我們整理一下 這個國際法的位階 最高的位階就是自然法的 the nature law 這就是上帝之法 也就是宇宙的法律 第二個中間的位階是 the law of nation 就是萬國公法 好 就是這個世界的法律 第三個是屬於憲法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國際條約 那這是屬於領土的法律 那位階較低的法呢 是不可以抵觸比較上位的法 那上位的法呢 也不需要屈就較低階的法律 所以在簽訂和平條約的時候 都要注意到 不可以逾越了他的上位 上位位階法律的規範 好 這是一個圖像 這樣看比較好理解 自然法是最高位階 接下來中間是萬國公法 最基礎的部分就是條約 憲法 國際法 以及戰爭的判例 好 這是當時 翻譯這個萬國公法 翻譯成漢文的 這位是傳教士 那日本當時呢 也是知道這個萬國公法 是大力推崇 後來的1868年2月8號 這個明治天皇頒布的開國遭遇 向全世界各國承認要並遵守萬國公法 好 那他的大日本帝國憲法 也是基於這個國際法 萬國公法來訂定的 比如說我們看中間的一段 國家的主權的權利 他寫到我們已經曾祭祖先 而且會流傳後代 不論是我們還是他們 在未來也無法撼動他們 按照憲法特授於史規定 所以這個國家的主權權利 他的大日本帝國的國土 是不可以分割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不會分割出去的 那之後呢 2009年的時候 習近平有到 有面見日本天皇 因為中國人覺得自己有錢了 想跟日本天皇買台灣這塊領土 去跟日本天皇要求說 我可不可以買台灣這塊領土 那當時日本天皇給他回答是說 我們皇室沒有在賣東西的 這個就是 這個大日本帝國的國土 是神聖不可分割 也不可能買賣的 那到現在呢 各國最高的領導人 也是要依循這個國際法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 2010年的時候也說 海洋領土的爭端應該用國際法來解決 最近的克里米亞的公投是違反國際法 歐巴馬這樣說 這是在今年的3月7號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鮑爾女士 也是在安理會指出 不可以這個克里米亞公投入二世違反 烏克蘭憲法 那也違反國際法 並侵犯烏克蘭主權國土的完整性 梅克爾一樣也警告俄國 說不可以併吞克里米亞 這是違反國際法 所以世界各國的大國的領導人 都要遵守國際法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這個戰爭法的概念 那剛剛有說戰爭法有分五大體系 第一個海牙公約為主的系統 那這個是限制作戰手段和方法的條約 以及戰爭的慣例法 第二個是日內瓦公約體系 改善武裝人員傷患待遇 公約及平民保護和受難者公約 第三個是國際紅十字會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那包含的是習慣法國際人道法 那這目的是保護生命健康和人類尊嚴 那戰爭法並不是說要鼓勵戰爭 或是教你怎麼戰爭 其實是要避免戰爭以及保護戰爭期間的 平民百姓的生命跟健康 以及人類的尊嚴 那第四部分是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的匯編 第五部分是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那軍事行動宗旨呢就是停戰而已 那不代表戰爭的結束 那戰爭呢 那開始的話是由宣戰開始的 那宣戰之後才可以形成合法戰爭 不然就是屬於一種恐怖行動 或是說現在的說法是一種軍事行動 那戰爭聲明之後 代表這兩個國家互相承認是屬於敵對的狀態 比如說當時在2003年 美國總統布希宣布 對伊拉克的最後的通牒 那之後呢就宣戰 在白宮宣戰 美國的這個制空權 佔領了伊拉克之後呢 就是已經征服了伊拉克 所以呢 這個戰爭之後呢 軍事行動力量壓制對方之後 使對方不再反抗 這個時候就是征服了這個敵對國 好 所以 戰爭呢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征服 一個是佔領 那征服的occupying power 要有兩個條件 就是他有能力來徹底結束戰爭 和有能力簽署條約來宣告 他本身是佔領全國 那第二個佔領的概念就是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這個從拿破仑時代之後 就開始有這個原則 那佔領呢是不可以併吞這個土地 那征服者呢 the conqueror 依照戰爭法 對敵方領土的佔領權 只有征服者才可以因為征服的事實來取得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太平洋戰爭 有能力結束這個太平洋戰爭的 是美國 中國的話雖然有參戰 但是他是完全沒有能力 來徹底終止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太平洋戰爭的唯一的征服者就是美國 好 那佔領期間譬如說美國是征服者 佔領期間呢 他這個管理體系就叫美國軍事政府 那如果這美國軍事政府呢 如果在當地的民政府成立之後 美國軍事政府如果要結束這個佔領地的管轄 全是要由美國總統來宣布結束的 好 那回到說佔領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當地的軍隊投降或是已經沒有反抗的跡象 就是佔領的開始 已經投降沒有反抗跡象就是征服的意思 那第二個誰是佔領全國 佔領全國就是主要的征服者 佔領結束呢就是 移交給當地主權 成立一個新的政府 這樣的合法的政府 而且是美國聯邦政府承認的 當地合法的民政府之後呢 佔領才可以結束 好 那我們看一下日內瓦第四公約 第四十九條 禁止強制大規模人口遷出 或是移入佔領國的領土 好 當時二次大戰之後呢 台灣被佔領之後呢 有一些除了是台灣人 我們說的台灣人之外 還有一些是合議的福爾摩沙公民 當時在台灣有差不多 二十萬的軍人跟他的眷屬跟一般的平民 差不多四十萬 所以總共差不多將近六十萬 合議的福爾摩沙公民 他們也是本土台灣人 他們也叫做people of Taiwan 大家不要忘了 除了我們這些人之外 也有一些合議的福爾摩沙公民 他們也是本土台灣人 好 那這些 當時在台灣出生的 他們叫做灣生 這是合議的福爾摩沙公民 這是一個題外話順便提一下 各位可以上網做關心一下 這些也是本土台灣人 他們是稱為灣生 那是在台灣出生的 最近就是有一位田中石家小姐 他經過十二年傾家蕩產 幫助這些 已經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幫他們回來台灣 找尋他們的戶籍藤本 出生正名 那他們呢 很想念台灣 所以他們說 あれから今も元気ですか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你們好嗎 是灣生在問候台灣 那一樣也是台灣人 在問候這些灣生你們好嗎 他們要跟我們 我們也是一樣 要去申請找出自己的父母 或是阿公阿嬤日本時代的戶籍藤本 證明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是台灣人是日本台灣人 並不是中華民國 我們並不是中國人 那這些灣生呢 他們要回家 他們也想回台灣來 他們也要回來找他們的出生正名 那這些灣生老人家說很想念台灣 一聽到台灣兩個字就會 很警醒就會注意一下是什麼事情 這樣子 這是體外話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除了我們自己以外 這些人也是 那些灣生也是people of Taiwan 好 所以接下來介紹一下 戰爭慣例法 戰爭慣例法就是一種 絕對法 強制法 強行法 國際間都要遵守的一個國際法 那譬如說當時啊 我們談到說當時在二次大戰之後呢 美國軍事政府還沒有進駐的時候 朝鮮人民他們也很聰明 他們自己有一些人 自己成立了朝鮮人民共和國 他們成立了共和國 但是這個是不符合戰爭慣例法的 應該是要美國軍事政府進駐 成立軍事政府 然後由美國軍事政府來成立民政府才可以 所以後來是不承認他們自己 自己組成的這個朝鮮人民共和國 所以這邊有句話 佔領還未開始之前佔領地區人民 自行建立的政府是沒有法源的 是無效的 這個大家要知道 那當時呢 在1945年10月29號 美國情報人員入台灣的秘密電報指出說 中國人就是蔣介石的這個政權 說要驅趕六百萬的本土台灣人 不只剛剛那些合意的福爾摩殺公民 甚至我們的父母我們的阿公阿嬤 他們都要被驅離 當時台灣有六百萬人 中國人說要驅離這些六百萬人 因為他們說這些人肯定不是中國人 對沒有錯我們不是中國人 大家要知道這一點 好所以呢 這個這邊有一段 John Hogg在南朝鮮 在日本的軍事總督 也等同於陳怡在台灣成立的軍事政府 那時候稱作行政長官公署 那在對日合約生效之前 所有佔領地的軍事總督 以上這三位都是軍事總督 都一樣接受征服者美國 總統杜魯門的指揮 也就是美國總統的代理人 後來這個陳怡好像是被這個蔣介石判處死的 這個有什麼內幕就不知道了 但是因為陳怡的 陳怡要聽名的對象應該是美國總統的杜魯門 因為他是代理的這個總督 那到了1951年4月11號 麥克拉瑟將軍呢在5月5號 在美國國會聽政會 有說又提及說 在法理上佛爾摩沙仍然是 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所以在1951年還是這樣 並沒有 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雖然是陳怡是 蔣介石派來的代理的佔領的總督 但是並不是這樣就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 並沒有光復節喔 光復節是騙人的 所以在1951年的聽政會上 麥克拉瑟將軍又強調這一點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中國人呢就是還是用 這個拿破仁之前那一套 就是佔地為王 這個 他們還是認為我佔領就是併吞 那這個是錯誤的 不符合現代國際法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探討一下 軍事佔領不能一串主權的案例 比如說以色列呢 在戈蘭高地加薩走廊 約旦和西安呢 東耶路撒冷接佔領 但是最後還是因為 聯合國跟歐盟呢 都不表示他這種併吞行為 那還是請以色列撤軍呢 好 那這個剛剛看過 二次大戰之後呢 同盟國的軍事佔領日本 有7點剛剛看過 那這都只是佔領 但是不可以移轉主權 那軍事佔領呢是一種暫時的狀態 和平條約簽訂之後不表示軍事政府不存在 那軍事佔領呢是一種暫時的狀態 必須要等到當地平民政府成立之後才可以解散 軍事佔領並不是併吞 那這個是國際法的鐵則 在美國陸軍戰場手冊 FM27之時有寫到 第353條358條都有寫到 被佔領地的主權是不會授予給佔領國的 以及佔領並不能移轉主權 這個都名文寫在這個 美國陸軍戰場手冊的會編裡面 另外呢 在日內瓦公約戰時保護平民的條約裡面有寫到 被佔領地也就是被保護 被保護人就是被佔領地的人 不得強迫被保護人 擔任任何有關軍事行動的 甚至是義務性的工作都不行 在任何情況下 真公是不得變成是動員 來參加軍事行動 或是辦軍事行動的組織 所以台灣人都被 男生都被徵召去當中華民國的兵 這是戰爭法的事情 據說是每年都有 早期是每年都有五百多位 這個義男都因為當中華民國的兵被虐待死亡 這是很殘暴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3條 那也寫得很清楚了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美國應該來親自佔領台灣 不可以交給這個中國流亡政權 那這個剛剛都有講過 我們提到一個 軍事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歐洲部分 德國的部分 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德國戰敗之後 由同盟國去佔領德國 由美國 美國英國法國以及蘇聯 共同佔領這個德國 那當時呢德國就分為兩個部分 德國分為兩個部分 在1949年呢 有蘇聯佔領區是包括東柏林 以及他成立東德叫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簡稱東德或是民主德國 那美國英國法國佔領區 就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然後西柏林也是 首都是設在波昂 那這個 左下角這個圖就是柏林市 分為一個東柏林西柏林 那中間有這個柏林圍牆為座 下面是美國 黃色是美國佔領地 綠色是英國佔領地 藍色是法國佔領地 紅色是蘇聯佔領地 那在到了1990年 1990年10月3號 這個柏林圍牆就倒塌了 他們就結束這個佔領 所以呢軍事佔領41年後之後 也歸還主權給德國人 並沒有永久佔領 那這個當時的柏林全市 柏林市是在 都接受這四國的這個 軍事佔領統治 那一直到了1987年的6月12號 美國總統雷根在布蘭登堡門 發表著名的推倒這堵牆這個演說 那呼籲當時的中共總書記 蘇共總書記哥巴契夫呢 要拆掉這個柏林圍牆 那這個是1987年 所以到了兩年之後呢 這個是有一連串的 大概也是有一個計畫 所以不是說推倒就推倒 一直到了1989年11月9號 才開放這個 他是提出這個申請個人出境 由於這個事件呢 當時很多東柏林的人民 就湧向這個柏林圍牆 那等待這個 當時的記者就問這個 發佈這個政策的一個 社會黨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員 沙伯夫司機說 你這個無需證明 就可以申請個人出境這個政策 何時生效呢 那這位政治局委員就說 立即生效好不拖延 當他講完這句話 東柏林的很多人 就湧向這個圍牆 那當時呢 那天起大量的東柏林的人 就帶著鐵錘跟鑿子來到圍牆邊 敲下這個牆體 並將牆體留下來做紀念 這個就是柏林圍牆倒塌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好 東西德在被佔領 這柏林在被佔領的41年之後 還是歸還主權給德國人 最後兩德就統一了 好就是走完這個歷程 恢復一個相當程度的一個主權國家 因為時間的關係有些我們跳過 要看快一點 好那補充一下 這個琉球的返環的模式 那琉球跟台灣 琉球跟台灣呢 這是大日本帝國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是有他的領土取得時間 領土取得方式 普及國民教育實施徵兵 建立地方制度 以及賦予參政權呢 都是合覆這個國際法 萬國公法以及憲法的 那台灣是在1945年的4月1號 有昭和天皇下的昭書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這個管理權呢 主權基於台灣 所以當時的台灣人呢 就變成合法的大日本帝國的公民 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那不只是這樣 其實早在13世紀的時候呢 其實早在13世紀 日本人的祖先 就已經宣布過佔領過福爾摩沙島了 這是有文件證明的 是在英國劍橋大學 發行部1910年出版的 那內文寫到 實際上原在13世紀 日本人的祖先就已經宣布過 佔領福爾摩沙群島 那該群島是由一連串的島鏈所構成的 這樣子來形成大日本帝國 那補充一下 日本人是很遵守這個國際法 萬國公法的 補充一下一個故事喔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位科學家 鄭天佐先生 他寫了一個科學家的故事 在真空中求成長 那他內容寫到他小時候 看到的日本軍人的情形喔 那當時他們家是有一個 日本的高級的軍人 進駐他們家租房子 那他寫到說 他們除了軍服比挺之外 在食物配給量方面 跟我們沒有什麼兩樣 可能還不及我們鄉下的國語家庭 享受更多優惠 他們一樣是挨餓 也跟我們一樣是瘦弱的 所以很多中國人啊 很多中國人都騙台灣人說 日本人對台灣人歧視 欺負台灣人其實沒有 當時連日本的軍人家庭 也跟台灣人一樣 一樣挨餓 並沒有享受比較多的優惠 待遇是一樣的 他說反而是我爸爸 偶爾會拿些米送給他們 他們總是會客客氣氣的接受 也會回送我們一點日本醬菜 他們在我們家待了三個月 房租一樣照付 日本人對台灣人是一視同仁 沒有差別待遇 也很有禮貌很有教養 那時候日本軍呢 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階段 我們這些小孩在敵氣同仇的感召下 早就把日本當做自己的國家了 好 所以當時這個是鄭天佐 這位中央研究院的科學家 他自己寫道 他當時的印象是 日本人跟台灣人 一視同仁的地位 並沒有差別待遇 所以我們從小到大常常在學校 聽中國人 教育台灣人之地說 日本人歧視台灣人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日本軍人呢 威武不能驅的日本兵 嚴守紀律 即使走在 走投無路的戰爭末期也不鬆懈 下集遇到上集也會公公盡盡的行軍禮 遇到老百姓呢 雖然不是各個兵兵有禮 但是為而不傲慢 有時候還會點頭或微笑 那至少我並沒有聽過 他們欺負彈指鄉老百姓的事情 好這個就是一個見證 好 所以呢 所以呢我們要知道正確的歷史 不要我們的子弟一進入學校之後 就被中國的教育給欺騙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快一點 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主題 就是佔領法的概念 好我們直接看這個條目 因為這個是初級班的必修教材喔 佔領法的概念就是在萬國公法的規範內來施行治理權喔 軍事政府下的治理權 好比如說第一點 當軍事需要或合法指令要求軍隊在被佔領領土 設立一個暫時性政府的情況發生時 第二點 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是強制勢力 被治理的領土是在美軍的有效控制之下 第三點 美國軍方的目標是設立一個支援美國方針的政府 以及儘快移轉給一個適當有組織的政府 第四點 美國軍方會檢定篩選及訓練可靠的民間人士 以順利移轉 第五點 即使採用當地民間人士 佔領軍人保有行使高權的權利 第六點 賦予民政政府官員權利 並不自行終止軍隊在被佔領地的領土的責任 第七點 美國在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其目標是設立一個有效力的民視政府 此政府不應對未來的和平及穩定有威脅 被佔領地的領土 民政當局的支援 應著重在從民政當局到民視政府是有秩序和有效率的過渡 以及國際法和條約義務的旅行 第八點 被佔領的敵方領土是美國 會排除敵方控制經由武力而佔有的地區 第九點 軍隊並無需要在所有被佔領地地區存在以示占有 然而軍隊佔領軍必須在有能力在領土之內任何地區迅速部署 以強施權利 有以上敘述可以知道 美軍是完全有能力在台灣島內任何地區迅速部署 台灣即使無美軍住在也是美國的法理佔領地 比如說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平時雖然沒有這些美國的軍隊 可是一旦發生了這個重大事件之後 美國軍機馬上可以降落在台灣各個機場 實行這個軍事佔領的義務 救援這個莫拉克風災 311大地震的時候 美國可以立即移轉到 美國的官員可以立即移轉到台灣 甚至在桃園機場自設海關 接待駐日的美國僑民到台灣來 那平時呢 每年都有環太平洋的軍事演習 那我們在台灣呢 大家24小時是農工商 但是在太平洋上 太平洋上以及台灣海峽 整個台灣島地區 都有美國的艦隊 以及潛水艇在巡邏 在保護著台灣 好 第十點所設立民政當局 體制的領導人是民政長官 通常稱為軍事總督 行政官是軍隊指揮官 或其他被任命在被 佔領地行使權利者 十一點佔領國可以允許 既有政府組織在其監控 及監督下繼續運作 其所意味是為倉促發展成 一個機能政府最容易的基礎 因為它已經到位 第十二點佔領國可以決定 保留所有公務人員 或是基於政治或安全理由 可以將全部或所挑出的人員 由其他有資格的人士取代 那必要時要實行導向影響政治改革 強化政府機關和機構 以及發展自治的計畫 十三點在某些情況下 佔領國可能會認為 有必要重組更換測費 選既有政府的機關或機構 第十四點 測換既有政府而建構新組織 是最激烈的政權改變 佔領國應該只有在 如舊政權已經徹底瓦解 或存有敵意 或對安全及穩定有威脅 以致不得容忍其繼續存在 使才採取這種政權的轉變 那這個就是在講現在的 中華民國這個治理當局 因為他們的所有的中國軍 中華民國軍都已經投匪投共了 已經威脅到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了 十五點佔領國必須遵守現行法律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 可能需要改變現行法律 國際法對它的條件是很明確 在被佔領領土的改變民法時 必須符合這些條件 好 那簡單說就是 好 那這十五點是 基礎般的必要知道必修的 這個佔領法的概念 那各位到這個官網去看 好 那今天謝謝各位來上課 謝謝